那么在下面这个倒数第二行 这个就很重要了 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测证无声 这里讲执证无声 无声就是我们波罗波罗蜜多 心经里面讲的 观至在菩萨行身波罗波罗蜜多时 照见无因皆空度一切苦恶 那么无声也是我们什么 我们《金刚》这里面讲的 印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们净土中修行人 我们在诵经练佛最后 我们都会练佛相继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领 那什么叫花开见佛物无声呢 就这里讲的执证无声 每一个邪佛人都要到这个境界 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你破一柄根本无名分正法身 你就可以执政无声了 所以我们净土行人如果来明白 发开见佛物无声呢 我们在这边跟各位好好来解释一下 这个执政无声 这个无声的意义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引用禅宗的角度 来了解 来明白五声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说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一堵明心 成无上正等正觉 来自于未来的 五十六七千万年以后的弥勒菩萨 在荣华三会成佛 不管你修哪一个宗派 目的都是要怎么样 都要成佛 你到几个世纪也是要成佛 如果你不清楚佛的意义 为什么要学佛 为什么要练佛 为什么要成佛 你不了解这个佛的意义 那么修行呢 就没有方法 没有方向 会糊里糊涂的空过一生 那么在四项上来讲 我们知道 百间一发生佛 他有三十二项 八十种随形好 这是佛在四项上成佛 所以成佛就是成道 那么道有哪几种 修道有哪几种呢 有罗汉道 有元洁道 有菩萨道 有佛道 有佛道 所以成道呢 它有层次上的差别 你修四圣地 成阿罗汉 正阿罗汉 你修十二因年 正彼自佛 你修六度万恨 成就菩萨 你圆满菩提 成就佛果 所以理上来说呢 佛就是指我们这一念心 我们讲说 我们讲说 念佛念佛嘛 这个佛佐结也嘛 就是指我们这一念结性 那也就是我们的菩提心 我们的内盘性 那菩提跟内盘呢 没有形象 是五相的 所以我们说十相 五相 五不相 就指我们当下这一念心 这是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明白这一念心 无论是声闻 元洁菩萨 最终都要正道菩提 内盘的境界 那净土中来讲的话呢 要花开见佛 那禅宗来说呢 要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那密宗来讲的 要集身成佛 三密相应 那么所见的佛呢 所成就的佛 通通一样 没有说你禅宗成的佛 跟禅宗成的佛 不一样 没有 我们所谓的佛佛道童 你像我们禅宗里面讲的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就是我们净土中里面讲的 长吉光净土 还有实报庄严土 所以 长吉光净土 跟实报庄严土 都在净土中里面讲的 实报庄严土 实报庄严土 都在净土中里面所讲的 叫礼一心不乱 礼一心不乱 礼一心不乱 我们禅宗内 他所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就是礼一心不乱的境界 也就是我们净土中所讲的 最少实报庄严土 到长吉光净土 那么净土中里面分成功无成片 实意心不乱 礼一心不乱 所以 不管是净土中 密中 还有禅中 他所成就的佛 通通是一样的 因为每一尊佛 都知道无上正等正觉 都是要破我执法执 再破四十一柄根本无名 成究尽觉 就究尽佛 因此要成佛要见性 佛性就是我们的杰性 灵性 所以修行 学佛必须要知道 灵性在哪里 佛性在哪里 如果不知道 那修行就没有方向跟目标了 佛说八万四千法门 最后通通归以自信菩提 自信内盘 像老和尚在讲经参长讲 所以六指大师跟我们开示的 归佛就是归绝 归法就是归正 归生就是归清净不然 我们最后要归一到什么 自信的结正境 自信三宝 自信三宝就是结正境 所以有四项上的三宝 有著此三宝 这里跟你讲 修行到最后 就归以自信菩提跟自信 内盘 所以我们在做三十系列的时候 都会念什么 自信众生 试验度 自信烦恼试验段 自信法门试验学 自信佛道试验程 所以人人都有自信 所以人人都能成佛 老和尚常在讲里面讲 佛陀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佛陀在普利苏迦也讲 一切众生只有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之道 而不能正德 就是人人都能成佛 那么净土中里面讲说 发开见佛勿无声 发开见佛是什么意思呢 勿无声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佛是指我们内心的佛 不是外面的佛 一般人认为说 见佛就是能得到解脱 假之见佛是能得到解脱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善心比丘 他为什么堕入恶道呢 这个在嫩言集里面佛陀有提到这一个 为什么善心比丘呢 他为我堕入恶道呢 所以证明了见佛是见自信佛 那花呢就是莲花 莲花是一个比喻 莲就是心莲 我们这一念心呢就像莲花一样 出污泥而不然 污泥呢就是烦恼 莲花就表我们的亲近心 那出污泥就是什么 就是六根对六层能够迹象理象 就是根不入层 应无所自我生其心 所以出污泥而不然 就是能够转烦恼为菩提 这个叫做出污泥而不然 不然就是菩提啊 所以呢 凡夫的心呢就像淤泥一样 里面是又张又错 就是我们的烦恼喜气 大家听到佛法 听闻佛法以后 他会反攻自行 会忏悔 会改过 禅宗里面所谓的禁坐 禅修禁坐 沉淀自己这点心 回光缓照 破掉自己这个执着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连发出污泥而不乱 所以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遇到不好的境界 我们遇到这个 唯宁的境界 不顺心的境界 我们要怎么修行呢 我们要把这些不好的境界 都转成阿弥陀佛 我们用一记阿弥陀佛 来把这个不好的境界 转掉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不嫌弃不排斥 但是凡夫因为习气重 你不仰仗这个佛力 你是没有办法 能够断掉这个不嫌弃跟不排斥 这个不好的境界 你做不到 所以必须用这记佛号 练成功夫成佩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就可以不嫌弃不排斥 你就可以做到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探讨 这个叫巧入无声 就跟无声相应 无声就是不声本面的自信 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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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